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我们看一下 今天目前来看的话上涨了将近120点 一路的开高震荡慢慢的走高 这个格局呢基本上今天主要还是在 台积电的一个大涨跳空开高 所以这个行业就是我每天告诉各位的 台积电呢它在这边 试图要去测试站稳这一条下站线 我已经早就跟各位报告过 这一波先看台积电来到测试压力的时候 指数就会先休息了 那什么时候再攻呢 就看台积电测试完之后再向上走 那加捐指数就这样去走了 所以今天的行情在走什么 其实是我每天告诉你 到昨天我还是提醒你这件事情 好了那既然它会上去 今天也让你看到它真的上去了 请问你要怎么做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我们就一档一档一档的做 你不用急 今天大盘上去了是不是赶快去追什么 今天很多人一大早去追什么 追什么追什么结果呢 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开高走低 不用追啊 不用紧张不用急 买股票 你不要怕买不到那种感觉啊 你不要怕说我今天不买到它 它涨停板来不及了 没这回事啊 股票操作你永远自己心要订得下来啊 心订了之后方法拿得出来 你就赚钱了啦 所以我还是告诉各位 其实你现在就应该是专注在某一档 特殊的标的 特别的标的上面 然后机会到了 我就开始布局 好那 我不管你指数这两天在怎么振 怎么涨 我的标的准备好了 一上去 我可能两天三天 我就赚了三五十万了 这是超多股票是这样做的 所以你看从五月到现在五月二十五号 已经进入五月底了 你看哦 我也没有叫你买一堆股票 我都跟你说 反正一次一档一次一档 就是我告诉各位怎么做 我说如果你资金不多 你不要再去把它资金分散 有没有 这是我给各位观念 我说我鼓励你怎么做 那你又因为这样做 我没有办法 我无权去干涉 但是我真的建议你 就是如果你资金不是很多 尤其是小儿童之朋友 一百多万 一百万以内 小儿童之朋友 你怎么做 不要再把钱分散了 你不要再听人家讲说 什么资金要五等份 十等份 你就一等份就好 我说过一百万以内的 你就是拿一百万资金 去买一档就好 你就索一档股票就好 操作一档 那就是所谓的 因为你只有八十万 因为你只有一百万 你全部拿去做一档 那对你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中压了 对不对 你就这些资金 全部拿去买一档 那就是中压了 所以这中压 到底是要拿多少资金 买一档叫中压 那随着不同的 不同的投资朋友 不同的资金比例 那当然不一样 因人而异 但那个中压 这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概念说 你如果资金比重 在一百万上下 一百万以内的 我建议各位 用一百万以内的资金 一百万资金 去买进一档票率就好 然后呢 这一档你真的做完了 你再去做下一档 你永远就是一次一档 慢慢来 那每一档就稳稳 都要赚得到 你绝对可以累积获利回来了 那你愿不愿这样做 我无权干涉 但是我就是 我就真诚心的建议 你这样做了 可是问题是你要这样做 你必须建构在哪里 一个正确的成功率 很高的做法 你必须在这个架构上 你去这样做 你今天你今天做 不要乱做乱追乱抢 然后你跟我说 我要重压 我要百万资金 去买一档标的 我会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不要不要不要 你你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不要拼命 你懂吗 你如果没有拿不出方法 然后你却跟我说 我要一百万资金 去去压一档 我会叫你不要这样做 千万不要 你不要想不开 应该怎么做 你要一个完好的 一个一个完备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逻辑跟做法 透过这个在这个做法建构 在架构 在这个做法的架构之下 我去做这样的一个资金配置 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这样做 因为我说了 如果你可以怎么样 数据操作 如果你可以数据 跟我一样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数据操作 一切看操作看证据 拿到稳稳的胜利的 我拿到稳稳的一个绩效 不要凭感觉下单 你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鼓励我的客户 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操作 每一档标的 我都事前先提醒你 我们邀请你 你可以起来同步买进 所以你看 五月到现在五月二十五号了 我们就一档一档 这样做下来 从五月的五月初 我们一档一档看 其实没有几档 可是虽然没有几档 可是问题是 获利还蛮不错的 然后在五月过程中 大盘或许在 先正当休息 然后在下半周 在下半个月再拉高 指出这个五月份 就是这样的一个走 这样的一个走法 可是在走法过程中 我们没有透过 做很多很多的标的 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买一堆没有 我就一次一档 一次一档这样做 然后呢 有机会跟你提前预告 我就提前预告 邀请你一起来 一起来参与 那你可以发现 四月底 我跟你说五月 我第一档 我要做这档标的 四月底 我跟你说五月 我要做第一档 做这档标的 为什么因为数据在先 我已经讲过了 一切操作 一定是先看数据 我才会跟你说 我要买这个标的 没有看到数据 我为什么要去讲它 没有看到数据 我怎么敢叫你说 一百万去所担 买这档标的 各位 假如你只有七十万 假如你只有一百万 刚刚好 然后我跟你说 把你的一百万 拿去买一档标的就好 全部拿去买那档标的 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没有掌握确定的数据 我敢叫你这样做吗 对你来说 那是你全部资金 全部去拿去买 买某一档标的 你愿意吗 你绝对不愿意 可是问题是 如果因为我们是建构在 我们确定的 我们确定 有确定看到数据 一切都确定了 我才敢叫你这样做 那代表什么 我们有十足的把握了 因为数据交易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从交易员出生 我一切看来是看数据交易 5月4号5月初 第一档发动了 张庭 明达一 666527 它是盛宏明基集团的股票 眼科诊断的一个 高阶一财的一个个股 去年全年4.82 今年第一季就 YOY又超过五成 这个是什么 股票涨上去之后 它的题材在这里 可是 这件事情 难道是5月4号这一天 才知道吗 不是嘛 早就知道了嘛 那你早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发动 数据 0.29 0.80 1.12 之后进入空窗期 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再一次出现0.07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才跟你说 你看看日期 这是在4月底 这是在4月底 进入空窗期之后 进入4月底 我跟你报告 5月第一档 我认为会是他 我会去买他 我们要操作这一档 所以进入5月 表态了 你懂了吗 所以你不会 你做股票就这样 你不可能莫名其妙 我今天我就是开始 请会员 我们密书电话通知的 开始去注意 去买进6527 去买明达一 我上市贵一两千家 你为什么今天 突然跟我讲明达一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那你跟我说 因为他今年YY第一季 成长五成以起跳 如何如何的 去年全年赚4.82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开始来注意他 你觉得 你觉得 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 这些基本面 是早就存在的事实的 不是那一天才发生的 那存在这么久 为什么突然在4月底 你开始请密书通知 买这个标的 为什么吗 对不对 你看到了什么吗 所以我说操作股票 你要听什么 你为什么听我讲 为什么你跟着我 我就说我真的觉得 你跟着我们操作 我不好意思说 你来找我报名录会 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你讲这种东西 但是我要强调的 就是说 你要找 找人帮忙 你应该找什么样的背景 我们是 从交易员出身的 一路一路现在 做到分析师 我们的团队 带着会员交易 我说过了 这个市场很多的分析师 他们也是分析师 每天你在节目上 每天在跟你分析股票 讲筹码 讲投信有没有买卖 讲基本面 产业面 讲很多 可是这些所有的分析师 几乎你台面上 打开电视机 你看到的都是什么 他们不是交易员出身的 他们都是研究员出身 法人部的研究部出身的 研究部的研究员出身的 所以这些研究员出身的 这些的 现在你看到台面上 这些分析师 他会跟你讲什么 讲基本面 他会拿一档标的 跟你讲他的基本面 然后在偶尔在跟你穿插 他投信最近交易怎么样 外资怎么样 搭一点筹码面 跟你讲解 你看的就是这种节目 不是吗 然后这些交易 这些分析师 很喜欢去上一些 谈话性的财经节目 接一些通告 不是吗 讲的都是很专业 听起来真的都很专业 没有错 都没有讲错 都是产业东西 很专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从头到尾 没有在跟你谈交易 他们在塑造的是一个形象 专业形象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什么都懂 这形象 他们不会跟你谈交易 但你懂了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块不谈呢 可是股票不就是在讲交易吗 买卖交易输赢 赚钱或亏损啊 对 但是问题这一块 他们是不会谈的 他们只会告诉你 把你的目光 重心放在产业 这样你懂了吗 那为什么 你都很聪明 你们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问你嘛 如果现在观众朋友 你现在过去曾经 有跟某些团队 报名入会过的 跟着他们交易过的 操作过的 我想请问你 他们为什么必谈交易 不谈交易 只跟你讲产业 你回答我 因为交易怎么样 你满意吗 你是不是很失望 所以我讲了 为什么我说 我鼓励你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 交易员给你是不一样东西 我们给你是不一样东西 数据在先 没有看到确定的数据 你要我怎么出手 你就单纯的告诉我 产业基本面很好 就因为这个原因跟理由 所以我要买它 可以啊 那你跟我讲 什么时候买它 会准备涨上去啊 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告诉我这里买 会赚钱 还是这里买 还是这里买 因为这件事情 早就在发生了嘛 那为什么我们到这里 才出手 为什么到四月底的时候 我在节目中 我才跟你预告五月第一档 我会做这一档标的哦 为什么 数据嘛 你看到了嘛 所以赚钱是有原因的嘛 那这样子 这样子一百万 人家就赚多少 三十五万 你看哦 我刚才鼓励你 资金不多的 就是要全力以赴 可是这个全力以赴 你必须建构在什么 有这个保护机制啊 成功率极高的做法 否则我 否则我怎么敢 叫你资金集中来做 那你这个一百万 你要怎么做 效率最高 就是这样做 你只有一百万以内的 投资朋友 你去想一想哦 你先买 不是上去才买哦 很多人上去才追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当然是数据交易嘛 你先买好之后 假设你只有一百万资金 你自己想 这一段 你就赚三十五万 你的一百万马上变成一百三十五万 这样做 是不是效率最高 是不是风险最低 你会发现 效率最高 获利最快的做法 居然风险是最低的 而那些跟你谈论产业 基本面的那些分析师 那些从 从所谓的一个研究员出身的 那些分析师 却在这里跟你报告 基本面 说他很好 所以我们赶快去带你去追涨 你不用担心 他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未来会给你画梦 拿基本面给你画梦 叫你去追在这种位置 风险又高 又赚不到钱 可是我交易员 我告诉你 我交易员出身的 我教你 怎么做会赚钱 交易员能够一路一路 爬到现在当分析师 你问我 为什么 如果你一路一路 你抓不出绩效 人家怎么会要你 你懂吗 你身为交易员 你就交不出绩效的交易员 你会被淘汰的 人家不会把你拉起来的 你懂吗 你交不出绩效的交易员 是失败的 怎么可能人家 把你拉起来 叫你来当分析师 做一个团队 带着一些投资朋友去操作 没有任何一家 投雇业的公司的主管 或者我们讲的股东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董事长老板 要砸自己招牌嘛 对不对 我听消息 我听到听说这个市场业内 某某交易员 操作绩效很棒 你会怎么做 你会去挖脚 你会把它拉出来 对不对 拉到自己的阵容里面 带客户交易 赚钱 公司呢 业绩就上来了 你懂吗 那如果今天我今天单纯 现在市场全部 现在市场 我讲十个 十个有八个九个 都是从研究员出身的分析师 所以做法都是大同小异 节目内容就是 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内容 产业基本面 然后讲完了之后 偶尔穿插一些投信 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外资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然后就告诉你说 你看哪一档股票 最近大涨强攻他们的 那你就哇 你看了节目 你看节目看这种表面东西 你看不到细节交易 他没有跟你谈怎么交易 所以呢 你报名了 你认同他 你报名了 报名之后呢 原来都是股票 飞得高高的时候 然后报告基本面 跟你说这个股票 他很好 你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去买 飞得高高的时候 跟你丢基本面 告诉你他很棒 我们去买 跟个两次三次 你就不敢跟了 可是上的节目呢 他也是告诉你 基本面很棒 这种标的很棒 他们有 他们赚钱 所以我说 他们永远不会跟你谈 实际的交易 可是我说 我们身为交易员出身的 我跟你讲就是 我们怎么交易 我为什么交易它 我为什么去买卖 我要跟你讲是为什么 而且我要告诉你 基本面这个东西 就是股价上去之后 股价上去的沿途 大家再拿基本面来讨论它 懂吗 你不能够 基本面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 你不能够拿一个 大家在基本上上涨过程中 讨论的东西 利用它去评估 哪里是买点 你评估不出来的 买点 永远是要从 实际的交易的内容的 某种数据 去推算出的集中度 对我而言是这样 去抓出来的 所以我们交得出绩效 五月 你看 我都跟你预告了 数据看到了 我们才会去出手 我才会节目中跟你预告 立志 五月八号 上来了 为什么上来 数据先出来 进入空窗期之后 数据再来 你还不出手吗 就喷上去了 人家就赚二十万了 你一百万 买这种位置安全 还是风险高 风险高还是安全 你自己说 上去 你赚二十万 别人去追涨 你已经赚二十万 我认为股票应该是这样做吧 我们一路就是这样做 那除非你觉得这样做 你不认同 你觉得风险很高 那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交易 叫做安全的了 红木 基本面写给你看啦 股票上去了 你可以跟我谈这个 我听你的 可是在没有上去之前呢 你跟我讲这个 那我反倒问你 那请问你 你跟我讲这么漂亮 基本面 什么时候可以买 什么时候可以买 是他准备要喷了 准备要涨了 你跟我讲 从这个基本面 你根本没办法告诉我嘛 你根本没办法告诉我 他什么时候可以买嘛 那就不就跟那些分析师一样 从研究员出生分析师一模一样啊 永远都讲这些题材啊 讲得很漂亮啊 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买 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所以呢 他们在节目中 不会跟你谈交易这个面向 那你不跟我谈交易 代表你 那我怎么敢入会 所以嘛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很可惜就是 你一报名居然 找一个研究员出生的去报名 利用基本面去找股票 那你怎么可能买在起涨的位置 你一定是涨上去才会出手啦 你懂吗 那我们交易员出生的 我是看什么 我要先看数据 我要看证据 我看到了 然后追踪空窗期之后 5月10号再来0.2 数据又来了 我们看着出手 这种位置出手 你觉得我是追高吗 黑黑长黑 我跟你说出手 事后来验证一下嘛 我们能够累积绩效 我们一路爬上来 我们是什么背景 操作股票不能凭感觉的 操作股票是不能凭感觉的 六天六根涨停摆 这叫真实的交易 一百万有人赚多少 七十六万 一百万有人赚了七十六万 如果你把你的一百万拿去分成五等份的话 你只拿二十万买它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今天你都已经看到确认数据去做交易买卖 而且风险这么低的位置去买的时候 你还不敢集中资金操作吗 所以我说我鼓励我的客户这样做 原因是什么 我一次就让你大赚了 我一次就让你大赚 这档标的秘书的回报 一档股票赚超过五十万以上的客户 好多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 我为什么底标用意写这句话 因为做法 输赢关键是做法 不是你基本面熟不熟悉 基本面熟悉很重要 但问题是你的做法如果不对 你再熟那个公司也没有用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现在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一档一档上去之后 那现在呢 大盘今天涨得不错 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做 稳稳的做知道吗 昨天我讲第一天的 有一档股票老朋友了 那细节我不明讲 我们在密切注意中 那我今天就拿出来跟你邀请 那今天拨电话来的 要一同布局的买这档老朋友的 投资朋友参与这一次布局的 要见证的 那请你来电跟我联系 那我一样我会安排密书 电话通知你去买 提前买进 一样密书会电话通知你 提前去买进 买完之后上去了 我讲的数据在先 你先买 股价在后你就获利了 最好最好是集中资金买 一百万以内资金去买 他买这一档 不要想那么多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是数据交易 买的位置绝对是安全的 数据在先股价在后 认同的投资朋友 现在就拨电话 好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你看发生五月 就是这样一档一档 其实也不多啦 我们就稳稳这样 一档一档的做就好了 那提前预告的 我就能够提前预告 就提前预告了 有兴趣的 那相信我 相信我 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我们是 秘书亲自电话通知你 你绝对可以买得到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三一七八的公准 一样 基本面我丢给你 请问你 你看完基本面之后 你告诉我 哪一天可以开始买 他准备要涨了 你根本没办法告诉我嘛 这个基本面你自己看 你觉得它是第一天存在吗 早就存在的东西嘛 你懂吗 所以我不会拿基本面来跟你讲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涨停 不要把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成三岁小孩 股市讲的是什么 交易嘛 你说基本面很好 公准棒 OK 请你告诉我 哪一天可以买 那你跟我说那一天可以买 那为什么那一天可以买 你要一直把那个追根就底 要告诉我为什么 你看一个节目 就是要看到最后 你要看懂 他在讲什么 不是一直让我拿产业面 投信有没有买卖 什么东西来蒙骗过关一样 然后硬要把一个强势股 把它揽在自己身上 说你看是我们的标的 那你还跟我讲嘛 你说起你的强势股是你的 那请问你告诉我 你哪一天买的 哪一天买的 你为什么在那一天去买 要讲啊 这个叫交易 因为今天如果报名了 我成为你的会员的话 那个跟我有直接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要告诉你是 我为什么买它 我为什么能够跟你预告 直接赶快赚钱的 资金集中的做 一档老朋友 有兴趣的拨电话 我一样请秘书带你买进 电话亲自带你买进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拨电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